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我在一直想追求 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很不错的方式 还有一些工具想教 大家如果有关注我的微博 或者动态的话都应该知道 我其实是一直健身打开了人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 一天健身练那种负重无氧的 然后第二天我会练瑜伽 有氧我觉得夏天我做的比较少 因为你一出汗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就不想代谢的那么快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体态方面的问题 要去矫正 如果你跟我有一样问题的朋友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我的腿呢 是有一点K型腿 往这边走的 就是你看得很明显 跑步是往这边走的 然后我的左腿 可能稍微来说正一点 所以膝盖其实是并不拢的 觉得挺难看的 这样就会显得你的腿非常弯 而且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的朋友 就千万不要乱跑步 我们走路啊跑步啊 其实姿势都是错的 就足根没有力 为什么我的小腿肌肉性强那么明显 就是有很多人一看就觉得 哇你可能就是从小健身的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基本上都是用小腿在发力 所以我小腿就显得特别发达 然后我大腿就处于肌肉 不够紧实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大腿的肌肉 根本就没有掉动起来的 所以这跟肌肉练习是有关系的 可以去踩椭圆仪 去锻炼你的大腿的肌群 就让你小腿放松下来 在上瑜伽课嘛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想把我身体的各个的肌群 给掉动起来 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然后再就是改善一下体型嘛 然后呢我学到了一招 我觉得非常非常管用 如果你是O型腿 如果你是K型腿 每天一分钟一定出效果 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腿放松下来呢 其实是比较弯的 我的膝盖呢 它是有点内扣 如果你是O型腿 你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膝盖比较内扣 然后我们要做的 其实膝盖外翻过来 大腿外旋 有一个这样的力 然后膝盖 我们要对准我们的脚趾头 第二个趾头 第一步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大腿拉伸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有这种哑铃 会有砖都可以 然后把我们的脚 把我们的脚踩在哑铃或者是砖上都行 大腿要做一个外旋 外旋的动作 这样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最好贴着墙面 你的脚趾张开 翘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坚持一分钟 后门可以下来 还是与宽同宽 趋宽趋膝 趋宽趋膝的同时 往上提 你会感到一股力量 你可以把你的脚后跟用 然后你的大拇指用力的踩下去 然后趋宽趋膝 然后往上提 尽量的让你的大腿做外旋的这个动作 一定要感觉你在用力做外旋的这个动作 然后小腿呢 做内旋的动作 就有一种对抗的力 可能你会感觉到很痛苦 但是你每天这样坚持一分钟 你的腿就会腿型 就会变直 膝盖尽量的去挨在一起 就平时你可能在走路啊站立啊 你都要感觉到你的大腿要再往外旋 然后我们把膝盖对着我们的脚趾头 OK你学会像这样的 但你把双脚并拢做这样 如果你觉得很疼的话 我们可以碰到你的大腿 就像这样做一分钟 然后我们这样一样啦 这个动作很简单